2005年,事业发展顺利的潘月明因为电视剧《侯一方》结识了当时刚出道不久的《当红小花》董杰,两人算是一见钟情。 相恋三年后,这对备受瞩目的明星情侣终于修成正果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两人的婚礼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,同时也收获了粉丝和普通观众们满满的祝福。 在许多观众心里,两人郎才女貌简直是天生的一对。 结婚后,夫妻两人也被奉为是圈内的模范夫妻。 可就像所有娱乐圈的人设崩塌一样,不久之后,因为一件事,两人的婚姻亮起了红灯。 这件事就是董杰与王大志事件。 当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,董杰和王大志因为2011年合作拍摄电视剧《请你原谅我》相识。 随着两人关系越来越近,在媒体相关报道的压力下,不堪重负的潘月明选择离婚。 前段时间,潘月明因为白夜追凶再次受到关注,潘月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首次公开回应了这件事。 潘月明说,那时候不敢拍摄《家庭文理》的戏,因为觉得那就是自己的清顺经历。 直到后来他联系了于丹老师,于丹对他耐心的开导,还寄给他生活情感类的书看。 如今的潘月明再次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,也希望他能走出当年的阴影能越来越好。